普京回应马克龙 核武器已在备战状态 看似强硬的背后 实则普京仍然抱有着幻想 各位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法国总统马克龙前段时间 一句不排除出兵乌克兰 惹出了不少的争议 而且由此所引发的风波 目前仍在发酵 就连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忍不住做出了回应 近日普京明确表示 武器就是用来使用的 核武器也不例外 俄罗斯所拥有的核武器 目前已在备战状态 如果条件满足 他将果断使用核弹 来确保俄罗斯的主权和独立 不受外部的威胁 我们乍一看 普京似乎是彻底对西方国家失去了幻想 所以再次拿出了核威慑的大棒 但是普京看似强硬的背后 很有可能还是将希望寄托了在他人的身上 从字面意思来看 他的声明并不难懂 说白了就是想威慑西方国家 让他们不要公然出兵乌克兰 这么做呢 暴露了他对特朗普的幻想心态 不想西方出兵 无非就是想保持现状 等待特朗普上台来接触俄务冲突 这种心态其实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软弱 一种机会主义心态 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寄希望于特朗普 这个美国人来化解俄罗斯的麻烦 这种心态贯穿了普京总统整个执政生涯 因为从刚开始他就曾积极地申请要加入欧盟和北约 然而落花有意 流水却无情 对于普京总统的申请 西方国家并不领情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被彻底击垮的俄罗斯 那才是西方所需要的俄罗斯 所以这才到后来有了北约不断的东扩以及俄军的特别军事行动 当然了 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 普京总统这次所发出的核威慑也有可能是出于其他方面的动机 并不是因为对他人抱有幻想 倘若他真的是希望以拖待变 那普京却极有可能会被美国人再次给戏弄 还记得八年之前 刚刚上台的特朗普对普京总统那很是热情 还特意出访了莫斯科 然而不访问还好 一访问莫斯科就被美国内部的冷战保守派扣上了通俄的帽子 以至于后续特朗普再也不敢提美俄缓和这件事了 所以虽然今年美国大选迎面较大的特朗普 信誓旦旦的要终止俄乌冲突 但是真等他上台之后 态度说不定就会变 何况还有着美国经营阶层的巨大影响力呢 毕竟一旦特朗普让乌克兰吃亏了 那通俄的帽子就会真的牢牢粘在了他的头上 实际上俄乌还在对战着 等特朗普上台双方会打成什么样 谁都说不准 为此普京实在是没有必要等特朗普来结束偶冲突 各位说是不是呢 好我们本期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 by bwd6